今天有把握在几位的模仿者当中听出小刚的声音吗 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 真的吗 我刚才第五名 我觉得五大都没有错的了 那么接下来本轮的比赛即将开始 将会有四位的模仿者和小刚同台 PK演唱他的经典歌曲 三位评审人士采取背对舞台的方式 来用耳朵倾听 几位的模仿者当中究竟 哪个颜色是小刚的声音 哪几个颜色是其他的模仿者 并且根据模仿者声音的相似度 依次排序 请转动评审的沙发 让我们来听本人的比赛歌曲 这首歌叫做我的心 我的心态论 又要把它爆发出来 然后呢爆发出来之后 到最高音的地方又要转成一个假音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要模仿我的人呢 我不相信他可以唱得很好 好的 我们本轮的PK歌曲叫做 我的心态论 哎呀真的 我的心态论 因为上一期小刚被抬在地位 而且这期的巨星评审团 三位又是模仿的如此像 让人心怎么能不乱呢 但是好心定神吧 这一轮的比评即将开始 好的 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呢 每一位歌手都会被实现设定好 代表他们的颜色 电视机前的观众 当您看到电视屏幕的颜色 在发生着变化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歌手也在发生着变化 究竟哪个颜色代表小刚 每几个颜色代表其他的模仿者呢 我之前有问过各位优秀的模仿者 你们能听出小刚的声音吗 他们三位大声说 没问题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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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不要你陪 有些是你无法体会 剩下的安慰 共度跟随 我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能够好好想象我们之间的明天 何故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 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 我的心太乱 有一些空白 你若是明白 让我暂时的离开 我的心太乱 在怕爱情的背叛 想哭的我 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我的心太乱 要一些空白 老天再不再 忘了为我来安排 我的心太乱 害怕爱情的背叛 想哭的我 像是一个迷路上海 迷路的小孩 我的心太乱 要一些空白 你若是明白 让我暂时的离开 我的心太乱 不敢再谈更多爱 想哭的我 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我的心太乱 要一些空白 老天再不再 忘了为我来安排 我的心太乱 害怕爱情的背叛 想哭的我 像是一个迷路小孩 迷路的小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虑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